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台湾举行了特别纪念活动 一些抗战老兵应邀和总统马英九一同参加了阅兵式 中国的抗日战争开始于1937年 比美国参战的时间还早四年 日本入侵中国给中国造成巨大的人缘伤亡和破坏 23�ינו.com.com 第四位世界 在台湾的 ABQ 祈祷的奉仇和民族 依然现在的抗战老兵已经不多 大都年过九十 陶氏军出身于农民家庭 曾经是国军的一名军医 我们抗战时候 我们的武器捞久 都是不强 炸牌不强 清击强 重击强 就算是很先进的武器了 像许多抗战老兵一样 退役中将黄世忠 也有亲人在日军的入侵中丧生 《中日战争》我们有个记录 就编了一本书 叫做《中日抗战》 抗日战争的真相 真正 战败过日本代表 军人打败仗最可怜的说 但是对日本的仇恨难消 我的爸爸妈妈死掉了 仇恨难消 许多历史学家认为 日本侵略中国 改变了中国发展的进程 这场战争真的把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路子打断了 等于中断了一个可以往加速 往近代化国家的方向的一个路程 受到了挫折 在抗日战争之后爆发的国内战争中 国军战败 许多抗战老兵随政府来到台湾 70年过去了 许多人现在并不愿意去考虑 如果没有那场战争 情况会怎么样 而是更愿意去珍视目前得到的和平环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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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